大家好,先解答新朋友几个问题,今天统一的答复 我今年54岁了,身高1米5,体重常年保持在98斤到102斤之间 我是因为产后肥胖34年,最胖的时候是159斤 后来体重始终保持在140斤 在这34年间,用过减肥药,减肥茶,减肥腰带,中药减肥,苹果,蜂蜜,单一减肥法 凡是能用的减肥方法,我都用了,都没有瘦下来 瘦尽了减肥的苦,后来在50岁的时候,因为常年的肥胖导致血压就有点升高了 后来通过吃减子餐的方式,用了7个月的时间减肥38斤 吃了3个月的降压药呢,也停了 我现在的体重呢,比标题胖10斤 但是呢,我非常的满意,因为已经54岁了嘛 太瘦了,脸的皮肤呢,就该特别的松弛了 年纪大呢,也不能太瘦了 我免费分享减肥心得和减子餐,也快一年半了 一批又一批的粉丝朋友,在这里跟我一样 通过吃减子餐的方式,瘦身成功 他们呢,没有花一分钱 食谱呢,也是免费领取的 再通过看我视频,减子餐,怎么做的,怎么吃的 大家都是这么瘦的 年纪最大减肥成功的呢,是一位72岁的姐姐 她呢,是瘦了30多斤 但是前天,我瘦到一位71岁的姐姐 她瘦了40多斤呢 因为她的留言是一段一段了 我以为她就瘦20多斤,但是我无意当中往前一翻 这位姐姐一共是瘦了40斤,真是惊叹到我了 这位姐姐的初始体重呢,是176斤 后来呢,是瘦到150斤 在上海,这疫情期间的这两个月里呢 姐姐的体重呢,是由78公斤瘦到68公斤 然后她留言说呢,她瘦到65公斤 就很满意了,因为这位姐姐的身高是一米72呢 这位姐姐2月4号的留言 甜心妹,新年好,终于等到你的私信了 我很开心,真是长成性的人 我是上海的今年71岁 看了你的视频从176斤降到现在的150斤左右 现在呢,就是不下来了 这是这位姐姐4月15号的留言 甜心妈,你好 我昨晚在电视上看你们吉林动态清零 为你开心 我们上海海居高不下 每天住河川,我每天减肥 让我最高兴的就是血压不高了 你给我说的我知道了 真心的感谢甜心妈 这位姐姐最近的留言 甜心妈,你好 每天早上看你的减肥视频是门必修课 我们上海足足疯了60天,终于解疯了 但是我减肥也成功了 我从78公斤减到68公斤 我最满意的体重是65公斤 我还要加油 我身高1米72 我完全看你的视频一步一步 瘦下来的,什么平台期啊 我全经历过 甜心妈完全是你的视频鼓励着我 否则好几次我都想放弃 但我还是想想为了自己 身体健康坚持下来 太感谢你甜心妈了 谢谢 恭喜这位姐姐减肥成功 惊叹到我了 这个减肥方法呢 不只是这位姐姐减肥成功 我的老粉丝朋友都知道 我隔一段时间呢 就会显摆朋友们的调唱成绩 为了给大家加油打气吗 大家再看看这几位粉丝朋友的留言 甜心妈你好 关注你已经好久了 一直默默的在跟你一起减肥 目前为止半年的时间减重31斤 恭喜这位朋友 老师你好啊 跟着你吃减脂餐 从138斤减到120斤 瘦了18斤 跟着甜心妈减肥已经掉了15斤了 以前心脏不好吃多了 心脏部位肠疼痛 现在吃减脂餐心脏也好多了 谢谢甜心妈 为你每期视频长按点赞 加强烈推荐 谢谢这位朋友 我老公吃减脂餐两个半月了 从90公斤到今天的81.1公斤 开心 为这位男士点赞 朋友们这种减肥方法呢 无论是男女老少呢都适合 即使跟我一样不能运动 也是可以通过吃减脂餐的方式 瘦身成功的 我的减脂频道呢 始终是带领着朋友们进行免费的打卡 朋友们可以看看每期视频的评论区 粉丝朋友们的调唱成绩和减肥热情都很高 如果你有减肥的需求 就留在我的减子频道 跟我一起减肥打卡 下一个减肥成功的就是你 只要你给我一个关注 然后在评论区留言说需要食谱 我就免费的送给你 我每天早晨6点钟发视频 每期视频呢基本都有减脂餐的分享 都是一些家常菜 视频的后面呢就是今天三餐的打卡 只要你更吃一天 你就会受益一生的 大家看看吧 朋友们我们今天早晨呢做玉米饼吃 把这个玉米粒呢扒下来 朋友们看看半根玉米 扒了这么多的玉米粒 把雪鱼丸呢切成小粒 再切点葱花 打入一颗鸡蛋 盐少许 花椒面少许 看的就非常的好吃啊 朋友们 早餐鸡喷入食用油 均匀的放在早餐鸡里 我们给它放个 香香的玉米饼出锅咯 看看朋友们老香了 朋友们今天早餐的玉米饼呢 包含了主食和蛋白质 蛋白质的补充呢 还有一碗纯牛奶 维生素的补充呢 就是樱头了 早餐的三大营养素主食 蛋白质 维生素已经全了 朋友们我这几天的睡眠有点不好 喝咖啡是影响睡眠的 但是上瘾呢 少放点吧 干杯朋友们 太香了 我们午餐见 我们中午准备的食材呢 有鸡胸肉 一袋蕎麦方便面 还有小油菜 把鸡胸肉切成条 放入打肉机里 然后放上葱段 姜段 倒点蚝油 黑胡椒海盐放点 我们做黑胡椒味的 再少放一点点咸盐 小电锅水烧开 闭了关火 然后下入我们的丸子 真方便了 朋友们瞬间就做好了 开火 丸子飘上来就是好了 把浮沫呢飘下去 做好了朋友们 不粘锅喷入食用油 蒜沫呛锅 倒入清水 花椒面少许 盐 倒点蚝油提鲜 朋友们忘了放西红柿了 放个西红柿更好吃 这样放也可以啊 熟的鸡胸肉100克 就够我们中午的量 油菜下礼 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 减脂午餐 主食呢是60克的 蕎麦面条 蛋白质的补充呢 是100克的鸡胸肉丸 维生素的补充呢 就是小油菜和西红柿 午餐的三大营养素 主食蛋白质维生素已经全了 我和我的粉丝朋友 就是吃着这样的减脂餐 瘦身成功的 香油控的我还可以放点香油 完美 我们晚餐见 晚餐半只火龙果 100克的酸奶 明天见朋友们 食准胸肉丝 三个鸡胸肉丝